从前的娱乐圈大家都讲究 眼而有则唱 现在的娱乐圈大家都流行党导演 不管自己一开始是不是干这个的 那都得进去惨合一脚 今天天津鸟就给大家 拔一把娱乐圈的那些跨界的导演 如今被誉为国事的张艺谋 早年在党摄影视之前出演过 第四代导演吴铁明的作品老景 并且呢凭借这部电影 拿到了第二届动静国际电影阶影帝 要知道他可是国内第一个 得到国际电影阶影帝的男演员 真是厉害了我的长导 没想到你还有再一手啊 彭处那么显个影帝影后 不说自己也是国内影帝的头一号 你那么厉害 你让现在那些演戏着急的 小显肉小画们连忙哪个呀 不然也让他们学黎明奉快信号啦 那让我们反过这页 充满时代感的篇章 毕竟老景黎现在还是有些年头的 哼像铁鸡女王这种 才18岁的小姑娘 那肯定是不熟悉这种老电影的 平心而论 当个导演难嘛 应该是不难的 给狗拨子上挂摄 偷让他蹦的一天 回来啊连捡都不用捡 直接就能起兵忘学人的生活 所以难得不是当导演 而是当个好导演 对更多人来说 所及演员当导演的第一个人 想起的那还是蒋文 蒋文也不是个善茬 不光导电影 他还自己演 自己演还不够 还把自己的弟弟和媳妇 喇来一起演 这种全甲为电影奉献的精神 真的是非常值得期待 有漂亮老婆的导演们 学习一下 从最早的鬼子来了 到前两年的一不止摇 再到杠杠立像的瞎隐 蒋文导演的每部片子 都能获得极大的讨论度 你看导演啊 人人都可以做 但是不是每部片子 都有人看 可是蒋文做到了 到了现在 演员转型的导演 那可就更多了 徐静雷 周伟 徐正 灯草 包括演员之路 不是那么顺利的 陈死成 都纷纷踏进了导演的圈子 他们派过的片子 有好有坏 但基本在上映党时 都收获了 还算不错的票房 尤其是徐正的太炯一处 那就是多得了 党年的话语票房冠军 一时凤头无二 虽然看起来 党个导演是挺容易的 只要跟摄影师说 在那派就行 但还是有不少人 说在这上面 比如我们的自身PPT 电影摄影者 过敬名过道 最早的他 作为一个作家 出现在大众的眼前 必迅速转型成为一个上人 在当作家的时候 且不说他的作品质量如何 后来呢 作为一个上人的他 那是绝对可以打一百分的 眼见近几年 国产电影市场越来越大 单狗越来越大 他又怎么能 不来分这一块呢 于是手握着大奶屁 忽悠了不少 纯粹少男少女的 果金明佑 带着小时代 搅混了内地电影市场的 这一趟浑水 最初的几部 连者上映 还是忽悠了不少人 但是到了几年 观众们的眼睛 那是擦了赠量 让魔幻网页游戏剧 绝技扑借扑的 骂都不认识 而一向喜欢和国金明 对着干 俩人互相了好险年的韩寒 也布了国金明的后臣 当成了导演 派了自己的处女座 后会无起 是好是坏 反正比小二代 首到的好评多一些 伴随着韩寒的脚步 又有作假上了 娱乐圈的贼船 当导演拍电影了 那就是即将上映的 百度人的导演 张家家 和指前跨界 当导演的不同 到了张家家这里 他摇了大腿了 摇了抗扇了 摇了后盾了 他摇了王甲卫了 不管如此 王甲卫还给他喇赖了 梁朝伟锦承舞 两大男神 保驾护航 又是搞起又是PK的 就他吓着观众脖子 买票进电院了 两大主角 就已经如此耀眼了 就更别提其他的 一票小话 很大配的啊 反正现在啊 电影还是没上映 眼瞅着预告片 是挺带然的 两大老牌男神 到了今天 以旧魅力不减 百度人的工作 是接受委托 把那些痛苦迷茫的人 送到彼岸 听到这里 可是感觉有些 夹放一放的味道 只不过呀 那个时候 格友他们 转门给顾客实现梦想 而百度人 则是给来酒吧姐的顾客们 解决情感问题 讲着 我是真心祝福张家家 这次别顶着 墨镜王的名头 把片子排成 澳门风云散 跟全世界的混打 虽然啊 全世界和百度人 都是他的作品吧 可是 聪尼的全世界路过 彻头彻尾 排成了聪尼的全世界烂过 故事断裂 人物小型 清洁无厘头 看完憋梯 有多失望了 毕竟啊 现在电影还没有上映 甜心妞呢 还是要给这个 未上映的百度人 在心底留一片善意的 这期节目就是这样了 如果还有什么 想要甜心妞 吐槽的电影和电视剧 请在评论里面告诉我哟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